十年一个周期,2008年,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呼啸而来,国人还在畅想普世飙上一万点时,牛市变熊市,楼市坠入极寒,王氏提出拐点论,消费者早盘,房企融资受限,大老蛮身价大幅缩水。 这一切,与当前楼市发生的十倍相似,坐着雄影,一眨眼,四月又缝发。 2018年,山正指数一度跌破2500,又预防地产寒冬,房企大老万科也坐不住,喊出活下去的口号,金九银是不在,被砸牌的换成了碧桂园,土地流拍超八零云宗。 胡润百负榜上,孙红斌,许家印,杨桂岩,王建立门财富,严重缩水,逢八这年大事多,十年前的那个2008,北京奥运成功举办,聚焦全世界目光,同时,南方雪灾,汶川地震,三剧情暗事件,对国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。 北京奥运结束的21天后,美国四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,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呼啸而来,国人还在畅想股市飙上一万点时,牛市变熊市。 喜欢听随剑唱一无所有,的青年人开始恐慌真的一无所有。 楼市坠入极寒,王室提出拐点论,人们担心楼市会不会崩盘,咱盘者犹如雨后春笋。 十年一个周期,历史总有相似之处,而十年前的那个楼市寒冬你还记得多少? 01楼市显快点,我承认楼市确实出现拐点。 2007年底,时政万科董事会主席王室,的一句话打向中国房地产,坐实了楼市的车骨寒冬。 随后,王室更是建议,青年人在40岁之前没有必要急着买房。 王室喊话的背景在于,万科刚刚在北上广深等八座城市进行高调降价,比最高地下调了5%到30不等。 房企大老万科的这一做法让同行怨声哉悼。 三合董事长潘石屹认为,万科是在借市场调整之机,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清理门户。 不管是自救,还是一场刺倒自演的阴谋,王室的主动出击,无疑在房地产,全掀起了一波不小的风浪。 2008年的楼市确实不好过,当年1月,背上广深商品方程交量明显消滑。 同一时间,全国在大地产中介公司,创回足盛,在珠三角七个主要城市,的460家门店先后关门。 中介倒闭桥席卷卷全国,活着总比死了桥。 2008年,市连行做过一次节制增效,甚至要求刚入职的员工自己办理信用卡,用来提前垫付出差成本,资金链紧张程度可见一般。 2008年,有曼科发起的降价效应,开始陆势在一二线城市快速发酵,春季购房特会行动,奥运圆蒙行动,青年职业计划,零风险计划。 一个接一个的楼盘活动花样不断,就像2284点跌破,2245点跌破,2200点跌破。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没有尽头的中国股市一样。 2008年的中国楼市同样经历着3%,10%甚至35%的房价大跳水。 2007年,北大阶级教授徐滇庆,还在打赌深圳房价一路看涨。 一年后,楼市拐点成定局,徐滇庆愿赌服输。 2008年7月在南方都市报,刊登了24厘米乘17厘米书版版的道歉广告,零二三盘了买房者。 2008年,A股经历了猛烈的过山车,从2007年10月的最高峰6124.1界千里,最低之1664点。 大阳彼岸,次贷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巨变,美元收购美林,雷曼兄弟破产,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,向美联储寻求4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。 一个个爆炸性事件,叫美国金融危机看不到尽头,北京商报曾用整个版面来回顾A股那一年。 报道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,股民报先生正在经历中国股市最好和最坏的时代。 期间,报先生六万变八万,随后又在心头入三万抄底后,竹篮打水一场空,账面财富仅剩1.7万元。 报先生应该庆幸的是,自己炒的是骨儿不是房,不然砸他的大圈中,很有可能又多了一名战士。 一位炒房客的描述,被南方周末记录下来,某天已早已脚醒来,发现平时熙熙攘攘的交易大厅没人了,我立即感觉坏事了。 马上联系下家,可惜再没人愿意接盘了,仅仅一年时间,炒房客从富翁变富翁。 这一负面情绪,也在随后的暴跌中爆发出来。 2008年9月3日到14日,万科对杭州白鹿郡南、白鹿郡东,以平革和魅力之城四处楼盘的剩余436套房源进行打折促销。 金球仪式价格占打响,活动退出后不久,上百位购房者首举退房横幅占领万科杭州的办公区域,楼盘现场,情形严重的甚至导致有楼盘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日销售,关门封盘。 杭州的杂盘事件并非恶利,这一自发性组织活动同样还出现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宁波、厦门、南京等城市的多处楼盘。 买房事件损失第15了的图女士一气之下将开发商方横置业告上法庭,要求赔偿买房差价。 方横置业却变成,卖房就像投资股票,有风险。 降价是市场行为,现在降价了,你让我不退给你钱,那如果房子涨价了是不是你该退给我钱呢? 03房企求生,拐点的楼市,房企自然不好过。 2008年3月20日,亨带宣布中指上市计划,成为2008年中国房地产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。 许家燕成为新首富的猜想,叶映生生的延后了好几年。 巧的是,同一天时间,中国证件会发行部公开表示,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通过IPO或建壳上市等方式,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做大做强。 但对募集资金用于囤积土地、房源,或勇于购买开发用地等目的的IPO计划,将不予核准。 5天后,潘石亿跑出金区,中国很多房地产公司将在百天区内产生局变反应,并进入前所未有的融资艰难期。 随后出炉的2008中国房地产行业资金报告,也证实了这一说法。 2008年本来有40家房企要上市,预计融资200亿美元,但即日当年9月,仅有一家企业上市成功,融资金额仅为1.8亿美元。 不过能不能成功上市此时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,如何活下去,才是放弃的首要科期。 2008年8月,在香港举行的中道发布会上,时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王氏表示,下半年的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,为此万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 这一最坏打算指的是,万科将近一步下调房价,增加小户型比例,减少开工面积,减换进攻速度和控制拿地面积。 现实的走向显然比王氏预想的要更加悲观。 2008万科中报发布会上,提及的减少165万平方米开工面积,在两个月后的三级报中再度扫折,再调减开工面积约110万平方米。 房企老大上且勒紧裤裤腰带,结一索时,其他房企的日子还会好吗? 04无处安放的土地,从治下到严东,楼市的巨变将房企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2007年,房地产还沉浸在一片看涨的全民狂欢,房价节节高升,房企那地绝不手软,41亿,44亿,72亿,92亿,各大帝王,预与建工事比高。 万科在2007年的年报中如实描述这场盛见,住宅企业对未来房价预计过高,导致土地市场出现抢购,土地价格大幅度上涨, 部分项目甚至出现了面粉比面包贵的不正常情况。 这一年时间,保密地产的突出面积,由823万平方米,增长至1579万平方米, 发了将近一番,而就像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说的那样,上市后的碧桂园,像一只没有了脚的小鸟,只能拼命地往前飞。 自2007年4月赴港上市以来,碧桂园不断买买买,一年突出面积增长了近2500万平方米。 到了2008年,楼市变天,据不完全统计,2008年上半年全国一线城市,有超过40块土地流拍, 而到了9月份,流拍,流标或为成家土地积增至120块,没钱,成了2008年的帮起主旋律。 不光的卖不动了,就0200纪年拍,下的土地,也由不少被迫退回。 曾经拍下帝王有多么的风光无限,退回就有多令人唏嘘。 2008年3月初,荣幸地产掏出7000万土地出让金,将上一年拿下到福州帝王退还。 当年6月,上海制成赔偿1.1,一元定金退掉普陀帝王。 两个月后,苏宁为了放弃南京东路163地块,足足个64.4亿元。 不过,退得损失的只能算小钱,房企大牢在2008互损百负报上的全面消滑,才一针见血的揭露了2008年房企日子有多么难哦。 北京城堡的一则新闻中指出,2008年拥有上市公司的地产富豪,财富平均所税60%,非上市的房地产富豪也锁税了30%。 是,2008年财富减少最多的时代企业家中,房地产开发商占了9位,而最为典型的是,2007年富豪网首位的杨慧妍, 他的财富在过去一年里锁水渐75%,由1300亿元,重减到330亿元,而在内外点加的研究形势下,最终一系列宽松政策,就是计划,让楼市重新回温。 十年周期中,很多场景在重复上演,调控,降价,流拍,杂盘,裁员,不同的是,2008年北京房价平均一万元出头, 2018年北京均价维持在6万元左右,经历了一段狂飙突进的沸腾岁月,楼市乘客引急深入经济骨髓,当前房住不吵,政策基调未变,这一波的楼市调整最终会走向何方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